富昌证券推出了最新的富昌股亨通手机证券交易软件 不仅可以及时网上开户 享受免费及时股票报价服务 还拥有横指牛熊证数据分析 户深港通资金流向分析 港股升幅排行榜等功能 每日推送新股分析 派息通知等大量财经资讯 一款APP满足所有投资需求 查询请致电3108-3333 多谢选择富昌 哈喽大家好 下午好又来到我们的A股节目 A股选秀的时间 今天我们再次请来 我们在常驻在国内的A股专家 纪雷先生 纪总你好 好大家好 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纪总首先我们就先来谈一谈 这个大盆的看法吧 今天呢 港股这边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涨了370点 现在都快要去测试27000点的这个 我看这个区间就是26000 就是27000嘛 就快要冲这个顶了 那A股方面呢 现在上阵报3402点 涨23点 就涨了0.7% 深圳成分指数方面呢 现报14158点 涨1.3% 这个深圳成分指数的涨的 就是比上阵还要多的 然后呢 看见大盆方面走势 你觉得是怎么看的 是不是都是倾向 因为我们之前的看法 都是偏向看好一点吧 那这种是不是现在看来 明年初的九世 还是这样子 这一波一个上涨的行情呢 对 因为和主持人上次也讨论过 我们整体来看呢 认为应该有春季的一个躁动行情 因为今年春季应该是在2月份嘛 那整体来看 就其他情况也就不多说了 就说比如说疫苗啊 疫情啊这些问题 反正也逐步在得到解决 那么明年整体来看 全球应该是一个复苏的一个状态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整体认为 就是说春季躁动行情 应该已经开始了 那么这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港股 实际上是反映比较正面 尤其是科技股啊 或者类似的股票 已经开始动 因为我们知道春季行情呢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往往都是跟科技啊 券商一类的公司有关 那么这个也跟这些公司的 这个特点也有密切关系 相对来说 它比较活跃弹线比较大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实际上今天是礼拜三 星期三 星期四呢 就是说一般来说 在A股来看 它是已经是资金 已经不能提取了 所以今天是 如果你觉得要提取资金的话 也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么从市场表现来看 已经表现出一种强跑的一个特性 就是很多 因为昨天跌过一下 所以今天有很多投资人 就是希望能够 能够捡点便宜吧 然后呢也是对未来的一个 比较看好的一个态势就是说 所以我们 我个人判断就是说 整个来看 就是说过了元旦以后 A股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 包括港股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那今天只来看呢 板块方面呢 看见最近的都是涨的板块 都是 其实之前我们都有提过 也就是现在 应该是全球的重点的投资板块吧 就是新能源 还有新能源汽车 比如说之前 看过之前都 就是A股里边的电动车电池的重点 一个焦点股份就是您的时代嘛 它就涨了 涨了 现在涨了 涨停了 都已经涨了10% 对 就是真的很厉害 那之前提过的小汉股份 也都是不错 涨了3% 红涛股份都是涨了3% 就是一下比较相对向来讲 要挖掘一下的个股嘛 那所以这种你现在 现在新能源跟新能源汽车 还有这个资源相关的股份 都开始一直在涨的时候呢 现在怎么看这个板块的表现呢 因为新能源实际上是 就是尤其是今年的一个主线吧 整体来说 尤其是后半年表现更强一些 尤其是光伏一类的 包括锂电一类的 因为整个来看 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 并不是单单是国内的一个现象 因为总体来看 就是说新能源 因为上次已经谈到过了 包括光伏 它因为达到了一个评价的效果 就是跟火电啊 其他的能源 基本上是评价了 这样的话 它就迎来了它一个大发展期 是一个行业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拐点 至于锂电来看 我们知道特斯拉 今年已经做出了很好的一个榜样 因为车先电动化 然后变到明年的一个智能化 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说 由于疫情 实际上车啊各方面来说 在国内发展是比较快的 但在国外实际上还是受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明年还是存在一个放量 预期还是比较高的 那所以说到这个这两个方面呢 其实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 可以先说这个锂电池 因为现在最近大家都知道 新能源汽车全球都炒得很疯了 大家在外局下去就会说起来 就是其实呢 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供应锂电池 或者是锂电池的原料的原材料的资源股 可以就是留意嘛 因为其实大家几家的做新能源 其实越来越多公司进来这个行业 但大家都需要强个这些资源 就是可能卖这些资源的 反而可以更受惠 因为不管你买哪一家的车 都可都用到这方面的资源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大家应该听得多的 应该就是您的时代吧 那这种如果比如说您的时代的话呢 您怎么看呢 现在这个呢 真是这种资源风潮起来 就是一脚断的时候风潮起来 它都是一直在讲了 现在呢 其实又在又来一个强新高 这样下去呢 你觉得现在大家应该就是 还应不应该进场呢 如果是您的时代的话 对于这一类的股票 就是说实际上它已经是头部的公司 就是说因为是一个标杆 就是说或者我们讲投资当中的一个中均 那么对于这种趋势类的股票 我的建议是这样 就尽量不要追高吧 如果有比如像最近它也有过下跌过 比如下跌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去考虑买 其他的至于它头部在哪儿 或者它将来什么时候会跌 我觉得先可能还不是考虑的重点 那如果就是您的时代 可能大家有买的时候 就要在A股才有呢 如果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锂电池的个股 在港股这边非常热的 就是1772 港股票就是1772 它在干风里 在A股也都有上市的 这一个这种你又怎么看呢 其实它昨天呢 就是大跌了 跌停 跌的比较多 跌停呢就是百分之十 还是蛮厉害的 所以港股昨天都是 还就是挨孤的状态 那现在呢 它又涨回来了 这个你觉得 对 又涨回来了 你觉得现在这个可以入手吗 那我不说了吗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 今天开盘就应该买 就是说为什么到底呢 它跌呢就是上次 我已经讲过了 这种股票就是 它有打折的时候 你就要动手买 等它涨了以后呢 我觉得就是意义并不是太大 为什么到底呢 你就现在上去呢 它可能就涨回去了 可能就是慢慢的 又是个趋势走势 就是说 你不但好下手买就是说 就是高位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如果怎么看 其实锂电池现在的趋势 都还是持续看好吧 如果大家有货的话 都是拿着吧 对对对 我觉得持有是比较好的 还有点呢就是说 可以挖掘一些新的品种 为什么到底呢 因为锂电这个产业链 也是很长的 那么各方面 包括你盯住的锂电池 比如你干风锂业 它是锂的材料 A股实际上还有一些新的品种 可能投资者不大了解 那么有些品种 它实际上是 就是新锐刚起来的 或者类似一些 大家不大太认识 但是实际上是 跟干风锂业啊 或者天气锂啊 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 一些锂的企业 它也会表现得很好 那么我们建议就是说 等会我也会推一个 就是说 新的一些锂 锂能公司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觉得老的下不了手 长得太高的 或者市值太大的 觉得下不了手 那么可以看一些 市值比较小的 但是潜力比较大的一些公司 也可以一样 因为他们也具有同质化 就是说 好 那我们呢 先来休息一下 就是广告时间 然后我们待会回来 就请基总 会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A股的链石的推荐 我们待会再见 好好好 好的 好 要回到我们的节目时间 刚才说到了 其实大家说到 锂电池的板块的话呢 就是很多时候 留意A股的就是 您的时代 干风里业 那其实呢 基总刚刚说到了 就是有一个比较 可能还没有 这么多人知道的 锂电池的股份 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有请基总说一下 对 实际上锂 包括上游 实际上比的 尤其是锂的材料 实际上是个关键 而且是 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盈利点 就是说 我们说挖金的 不如卖水的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 所以我们看到 干风里业或者类似 一直是市场上的 一个大牛股 那么我们 就是说 至于您的时代一类的 它属于电池类的 就是说 是装配成电池的公司 那么材料类的公司呢 我们比较看好 就是说 除了干风里业以为 我们比较看好A股的 比如相对小一点的 有一个叫盛新里能 盛新里能 002240 那么这样的公司 就是说 它相对来说 就是说 在各方面的矿产 也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呢 如果是里的大发展的前提下 实际上 就是新能源 对里这块的需求 加大的话 对公司来说 它的成长空间 会更大一些 因为对于一些市值很大的公司来说 可能成长性会受到一些限制 就是说 那么 还有一个公司叫002756 但这个公司就是说 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 叫永新材料 因为它是云武体理 就是从矿石里面进行一个体理 那么实际上 里比的是什么呢 是生产的成本随低 实际上就是说 可能市场的 就是说打开市场 或者覆盖市场的能力更强 那么这方面在公益上 大家都在突破 就是说 所以呢 我个人呢 是比较倾向于盛新里能的 因为相对来说 它比较稳 那么永新材料呢 说的比较晚 实际上已经有一大波涨了 那么这当中大家可以 可以去进行一个取舍比较 就是说 因为类似于我们投资来说 就是说 以正合以基胜嘛 大多数情况下 你可以买一个 就是说 甘分离业 然后配一个生产理能 那么看看一段时间 龙头长不动了 可能新起之秀 可能表现更好一点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两个都可以考虑一下 我看见这个生产理能呢 看见 比如说 跟就是比较大的 甘分离业比起来的话呢 相对上甘分离业的市值 就是1257亿 那相对上这个就是 信生理能的市值 就是177亿 那相对上来讲 就是比较小型的 就是看好它的 爆发增长的强烈 这个类型的公司 对对对对 因为公司的从 对你说 就是成长类的 因为我看见它的市盈率方面呢 还是在个亏损的状态的 应该就是一个 刚刚就是比较起步的类型吧 对对 转型就是通过转型 然后这块就是业务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 我们更重视一些拐点型的公司 因为这相对来说就收益会更大一些嘛 就是买它的增长强力 因为其实刚刚关注到这个 信生理能的虚产的情况 因为其实你看看甘分离业 其实它的市盈率还是吵得蛮夸张的 都吵到300倍 所以市场上是否在这个 在这个离业的风险承受能力还是蛮高 就是愿意去给到更高的日价 真的是 投资市场很看好这个板块 只能说就是 所以大家都 除了就是日门的甘分离业之外呢 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信生理能呢 好的 好 谢谢技种这个推荐 我们之后再看一下这个表现 其实看见这个走势上呢 有没有走势上 比如说报处上的一个建议给大家 它的走势还是蛮强势的 今天还在涨3% 对的 对于盛新理能来说 它因为还是关注度并不是太高 相对来说市值比较小 因为实际上所有的公司 都是从小公司变成大公司 一个大公司再要翻倍上去 实际上是比较难的 所以A股的成长逻辑 基本上就是看小公司成为大公司 是收益最大的 比如170亿市值 做到了500亿市值 那你就翻好几倍了 就是说 所以整个来看 对它的操作来看 我觉得应该说它还是比较温和的 那么相对来说 我觉得就逢低可以买一点 逐步的建仓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对吧 好 这都是逢低可以买的类型 那刚刚就是说到了 取了这个锂电池的板块 刚刚说到 其实另外一个现在重点 就是光伏的板块 今天又有一个富莱特玻璃发了引起 之前还只有新液光能发了引起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波 很多的板块里面 很多的公司发引起 又有公司 比如说今天有这个保里嫌淫 它就配股 这个行情呢 基总你怎么看呢 其实现在光伏的板块的话呢 看法就是开始出现有点两极的 一方面看好的就是 这个是全球的大势了 然后呢 就是光伏玻璃的价格都在上涨了 然后又有国家的支持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会不会已经 巧得过关 或者会不会已经这个光伏行业的产能 会不会有一个过剩的情况呢 这一方面呢 基总你是怎么看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刚才主持人说得很好 实际上就是这些已经反映出一些隐忧 就是说一个是产能投放 还有点全球的这个需求 那么然后呢 还有整个的光伏板块的这样一个 大家由于过于看好 形成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泡沫 那么我个人觉得 个股还是要挖掘就是说 总体来看就是说 我觉得年初可能对于光伏来说 可能会有些压力的 整个市场来看 主要是因为炒得比较高 那么这当中我觉得 可能就是说 可能它是通过什么办法来转移的呢 就是通过上下游不断的切换 比如就是面板涨价 就是玻璃涨价 基板涨价 它可能就是说在玻璃那边多一点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可能到光伏组件去 表现得更好一点 有的可能再上去以后 到硅材料那块可能会表现好一点 通过这样来消化整个的一个 估值的泡沫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在对于光伏的投资来说呢 不用过于的去追高 因为我们判断应该是 应该是有一个回调的 整个光伏板块 所以就是说如果在等待时间入场的投资者 就现在可以再等一下吧 对的对的我是这样感觉 但是这样你说就是有可能 因为涨得多了 有可能就是会迎来一波的调整 但是你的看法是不是就是 长相还会不会都是看好这个板块呢 对我觉得中长相看好 对中长相看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也看到国内的比如高龄资本 增持那个龙基股份 那么对单金贵的龙头全球的龙头 实际上对于很大的资本 应该是还是很看好它未来的一个成长性的 所以中长相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是短线过热还是要寻找好的一个介入时机 那如果就是刚才说到 因为很多人都是 我看成他们涨了都还没货 就可以等一下 但如果就是之前已经买了 买进了的投资者 现在是不是应该都还是拿着了 我觉得持有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因为为什么道理 因为这两天的行情就告诉你了 它可能会瞬间因为一种共争效应会下跌 比如阳光电源原来我们推荐过的 实际上从当时我们推荐起应该是涨了150左右 150%左右 那么它也会瞬间的一个跌停 但是也会再修复 那么整体来看就是说 你是做不到能够非常好的高炮低息的 那这样的话对于这种趋势走牛的股票 我觉得还是以持有为主 好所以就是总结就是 有货的就是持有中长相看好 但是等机会上车的话就可以再等一下 就调整的时候可以买进了 对对对好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复开了两个现在重点的日潮的板块 就是锂电池还有就是光伏板块都已经说过了 还有锂电池这种刚刚还有一个新的推荐 就是甚深里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我们谢谢季种 感觉我们的观众啊 后龙圈他就是跟你说 2021年才再见呢 所以我想祝你新一年新年快乐 好我们也在这里 大家都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好了谢谢季种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就是明年再见 谢谢大家 好明年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